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华昕空 第583章 好人很多嘛 方正见词 然后笑道 哼 静心 我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神通 为师离开后啊 三个小时内 要看到你 否则 没问题 红孩一听 顿时就激动了 跳了起来叫道 他早就查过地球的资料了 这个星球说大吧 对于普通人来说 的确挺大的 但是对他来说 也就是那么回事 真想走 绕地球一圈 也是没有多久的 方正点了点头 一挥手 红孩的恢复了神通 那开心的就笑了起来 手一挥 在方正和松鼠身上 中了一道印记 锁定目标 剩下的 就是找人了 静心静法 为师不在的这段日子 你们就要上点心了 方正道 猴子和毒狼同时点头 称是 毒狼的战斗力呢 不用说 猴子来这么久了 佛奇入体 精米乌根净水 日夜心理之下 也早已不是过去的猴子了 真要是打起来 也不见得比毒狼弱到哪儿去 看家护院 那还是没问题的 更何况啊 这一指村 有一指村的村民守护着 安全上 方正还是很放心的 想到此 方正一把将不太情愿的松鼠 抓了起来 这家伙早些时候 还嚷嚷着 跟着出去看看呢 但是时间久了 就懒了 打开了五响门 方正一脚就踏了进去 下一刻 方正眼前一片黑暗 无数画面一闪而过 同时一个声音 在黑暗中响起 小心 叫 哗 哗啦啦 声音有些嘈杂 但是基本上都看不清楚 方正瞪大了眼睛 也只能看到一些水的画面 其余的什么都没有 随后 黑暗散去 方正发现 他现在出现在一条 无比宽阔的大江上 江水不是很湍急 但是真的很宽啊 比方正见过的松花江 还要宽得多 一眼望去 对岸的 那都模糊了 江边上 有一条路 路上有人在走 还有汽车奔驰过 方正估摸着 这里多半就不是东北了 具体是哪呢 他也不知道 师父 这是什么地方啊 好热呀 松鼠坐在方正的肩膀上 伸着舌头 挥舞着爪子 这小东西啊 是地地道道的东北松鼠 虽然东北也热 但是那是烈日暴晒的热 这里的热是湿润的热 太阳出来还好 没了太阳 那就是闷热 就如同那争丧拿死的 当地人或许没什么感觉 不过对于习惯干燥环境的人来说 还是挺难受的 你要是怕热 就钻进为师的衣服里 方正的月白僧衣 冬暖夏凉 不在乎外面冷热 松鼠一听 立刻点头 就钻了进去 然而小脑袋 从灵口冒了出来 好奇地看着死周 然后一脸惊讶地说道 师父 这河好好宽 好大呀 方正道 是啊 这么宽的河 为师也没见过 松鼠是嘖嘖称奇 大眼睛里全是好奇 不安分地东看西看 方正也懒得管他 任凭他去好了 师父 我们现在去哪呀 就这么待着吗 松鼠那贼贼地问道 方正道 哼 为师也不知道 走吧 四处看看 方正说完 顺着马路 顺便选了一个 就一个方向吧 就走了过去 至于这条路通到哪 随缘吧 与此同时 红孩一看到方正 踏进五巷门 掐着一算 大笑道 嘿嘿 还真的有点远呢 不过难不倒我 红孩施展了一个简单的隐身术 也就是隐身卷 腾空而起 冲破云层 直奔南方而去 结果半路突然停下 听到下面的音乐声挠了挠头 嘀咕道 三个小时那么长 不急 不急啊 等一会儿 我下去看看 于是红孩一头扎了下去 师父 你走了那么久了 师弟子还不来啊 松鼠仰头望着天 除了阴沉沉的天 什么都看不到 方正摇头道 从南走到北 从北走到南 那么远呢 应该没那么快 师父 快看 前面我要堵车了 松鼠叫道 方正也看到了 刚刚行驶过去的车 都停到了前方 似乎堵车了 随后就看到车上的人下来了 一个个的往前面走去 似乎去查看情况了 这个时候啊 方正看到远处有人激动的叫喊着 随后一群人就乱了套了 有的人呢 分车厢 有的人截裤腰带 师父 他们这是干啥呀 集体上车所吗 松鼠十分好奇的问道 怕是出事了 方正说完 抬腿就跑 松鼠一听 手就蹿了出去 它虽然个头小 但是跑起来 却跟一道小闪电似的 嗖嗖嗖嗖 就蹿了出去 方正还没到呢 就见小松鼠跑了回来 叫道 师父 似乎有人掉水来了 大家都在救人呢 方正一听 顿时就急了 奈何他速度就那么快 再快也快不起来呀 这时方正终于听到了那些人说的话了 只听在场的男女都在那嚷嚷着 绳子 绳子 谁有绳子 没有绳子的 男的截裤带 女的有没有围巾呢 总之 能当绳子的用的都找过来 衣服行不行啊 行 妈 那你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买的 有人要勤 管不了了 同时前方船来 有人惊叫道 有人下水了 这水很深的 没有绳子下水太危险了 找船呢 附近有船的 现场是一片混乱 方正越听越急 这是真的出事了 方正一路狂奔 从人群中一律而过 不过注意到方正的人并不多 大家都在尽可能的找一些能帮忙的东西 而且此时此刻 跑的人很多 自然没人注意这个奔跑的河上 方正过了几辆大车 终于看清楚了前面的情况 河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大家都在想办法 甚至有的人已经跳进了江里 往江中心游去 江中隐约可以看到有人在挣扎 仿佛快要不行了 不过方正的眉头 马上就皱了起来 因为他看到江面上 有两条渔船在晃悠 却没有去救人的意思 反而一路滑呀滑呀 不知是故意还是巧合 竟然挡在了 下水救人好心人的救人路线上 江水这里有一个悬流 悬流可以让好心人省去很多力气 并且加速靠近落水者 这船刚好卡在这个位置 如果好心人逆流而游啊 绕过船 那也要付出更多的体力 人在水中 每一分体力都是宝贵的 很有可能因为这一点点力气 而导致丧命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